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戒指上都装了警报传感器 于是开采挽着黑鸡 立场 愣是走出了婚礼的感觉 奇德顺手一把爆竹黑鸡又送了波弗里 看啊看这兜立斗期的小偶表情哦 太糟了 大冰块计划被积德破洁 就没有必要再留着冰块 现场关掉了智能措施 积德正在偷偷的嘚瑟 跟他听着他的腿开口了 你腿帮怎么这么长 你一直病着腿还弯着膝盖是尿急吗 其实是记得为了降低自己的身高故意弯着腿 但是孩子都低估来了总得下呀是吧 上完厕所之后呢 记得继续用卡斯汉的身份 提依在博物馆里找个房间睡一觉再做电圈回去 还能剩不少钱 但他默不缩身的看着他表演 黑鸡干净奔上 老李还在感叹 哎哟 这小两口感情可真好 不不不不 你想躲了 黑鸡现在就是个被恋爱冲困的头脑的傻子 找到房间 积德又开始撩黑鸡 还说可以陪他一起睡 压根没有看过积德真面目的黑鸡 一把拉住卡卡的手把人带到枪边 哈 一个壁咚 我要赌上你这张满嘴不画的小卷 与此同时 高明接到赶枪的电话 长夜县的兄弟们都还在熬夜等着他得住积德的好消息 可惜 暂时没抓到 顺便问了问他来东京的事情 高明并不认识那个储如归的警察 但心上贴着一张刺激印开的纸条 大概能分辨处使他的名字 他在东京的熟人 只有在警示厅工作的弟弟祝福警官 但高明只知道弟弟很久之前辞掉了警察的工作 不见人在那里才做什么都毫无音讯啊 另一边终于勇敢的A上去的屏次 丝毫不知道自己A做人啦 关键时刻门砰的被打开 小蓝 这就是你的不对啦 看着柯南满脸写着 你俩背着我干啥呢 柯南突然意识到 一旦福布与上个河野有关的事情 就跟个睿智一样 夜深人静 气得趁着大家睡着又混进现场 冰块大半都已经融化 好 世界最大级的国家 你掉了 他妈的不是戒指吗 你家戒指这么大 其实高明早就看穿了积德的伪装和手法 不仅曾服从我变成了人家 还故意弯曲膝盖抢低声音 但保持假的就假的 原没有精魂那么好看 没有猜出他的书法呢 就为了公开出行 猫咪孙主啊 强行走王 现在身份没拆穿 记得就赶紧溜了 听说过不是记得想要的宝石 他就会还给主人书法的高明 选择再次放海 小眉毛正在高兴宝石一会儿就会回来 PT抓住机会这一拨面子 之前小眉毛说这颗海螺珍珠 是在三重线的银鱼弯 从一个大喜马是猪母贝中开出的 还说被他独特的彩虹光子所折服 但事实上海螺珍珠 只能在女皇凤凰罗中开出 这种罗只生存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 并且人家那是云状洋葱纹理 而不是彩虹光阁 所以妖精之唇真正的主人是之前的蒙奈小姐姐 这边就已经知道了 这边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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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吼 你完蛋了 喀啥那个气啊 竟然没看出自己被假扮了 那黑鸡当然不能扔啊 他想用逼我黑鸡 那鸡德和自己有什么差别 不愧是你 想表白吧 下辈子呗 热心小伙子怪盗鸡德 拿着妖精之唇 找到了蒙奈他奶奶的葬礼 还给蒙奈讲述他爷爷奶奶和妖精之唇的故事 在那边丢的面子 得在这儿挣回来啊 别问 问就是人网上查的 那下面能进入整片时间 寄给高鸣的信释放在伊达行的储物柜里 上面并没有机械人名字 只有一个圈 一年前伊达警官因为交通事故意外去世 储物柜里塞满了他们在警校时期的各种东西 而且当年因为他们太浪 海岛之后来佐藤那一届被管的特别严 给高鸣的信封里装的是一只被打穿的手机 圆洞内侧有暗色的屋子 背面有个画上去的H 他立刻就想到这是弟弟警官的手机 上面的H代表着他名字中的Hero 警官曾说自己辞去了警察的工作 但东西却被寄到了警局 说明他是被派去以知心潜伏任务的时候 丧命了手机被子弹穿透 沾到的血迹干吼变黑 在回去了路上高鸣突然听到弟弟的声音 那是警官在电话里刚信的告诉他 自己带东京交到了好朋友 名为灵 高鸣呢算是从此呢就加入祖先了吧 灵酒想说一句 好惨一清酒啊 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咯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侦探们 记得点赞 订阅 来关注灵酒 我山水流浆粉 我们下车会咯 拜拜